周三 加拿大央行又再次上調基準利率 創下14年的最高值 我们请本台驻加拿大记者李威做一个介绍 好的 谢谢主播 9月7日 加拿大央行宣布新的基准利率升到了3.25% 这是今年第五次加息 自从3月份以来 央行已经将基准利率提高了300点 今年7月份的最高一次加息 是将基准利率上调了一个百分点 加拿大央行表示 疫情不断 持续供应的中断 以及俄乌战争的影响 继续抑制着经济的增长 并且推高了通胀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从5月份开始 加拿大的通胀率 一直维持在接近或者超过8%的水平上 远高于央行设定的2%的目标 美国同样面临着高通胀的问题 2022年以来 美联储已经连续四次加息 6月到7月连续两次加息75个基点 相比之下 加拿大的加息政策更激进 甚至领跑全球 央行加息进一步影响到了其他贷款利率 使加拿大居民和企业的借贷成本继续增高 然而经济学家们的担忧是 企业会更多转价成本 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 另一方面 利率提高的速度 如果继续超过房价下降的速度的话 房价也会居高不下 从而加剧社会中的代际分化 实际上激进加息 反而有可能加剧通胀压力 加拿大央行强调会继续采用量化紧缩政策 预期下半年经济会放缓 下一次利率调整预计将在今年10月26日宣布 好的 现在把镜头交还给演播室